哈喽大家好 好几天没更新了 就说了一点东西哟 然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说了一块很油韵的 这里有点小棉 和铁青玉的 且雕的人物吊牌 双面根的 这边是喜上眉箫的图案 这样是且雕的 这样是看得很清楚的 这一区也有点小棉 这边是人物的 一块吊牌 鱼籽很油韵 很油 就是这个边边上 整块料吊出来的 边边上这个地方有点棉 其余都没有毛病 完整 再看一下这个 乌龟 切捏龟 也称为龙龟 是麻老的 麻老 雕刻的 手跟雕刻 这是一只老的乌龟 颜色很红 手跟雕刻的 这里一个圈圈 圈子 可以做一个 少把剑 把玩 做一个正尺 也可以 摆在书房 做一个小宠物 也挺好的 都是 乡下一切 后逃回来的东西 这个都是 再看一下 这一把长盏 这是借药的 下面有一个 底块有一个字 符字 保存的效度完整 挺好看的 再看一下啊 这一对 四语头的 长叶卦 圆装圆盖的啊 四语头 这里 盖子上面也有 四语头的头按 下面有款 全能粘质的 全能粘质的底块 这边也有一个 二款啊 也是全能粘质的 一个二款 首付啊 且叫彩的啊 四语头 清带的 啊 这里有提词 也有款 六语头 嗯 生意很清脆 看一下这一只啊 完整的 盖子也是完整的 烧摇 时候留下一点点歪 歪了一点点 手费的 五彩的 那个 这个手费的 一个 且叫彩的啊 就是 凹凸感很强 很强的啊 这个人物开年啊 肺发啊 都很漂亮 这里一样的啊 有个款 且叫彩 提词啊 人家提词 下面有底款 全能粘质 嗯 清淡清淡啊 没口碰没有念 完完整整 嗯 好了 这几天的收获啊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关聚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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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